宋小宝身上有老多事呢 还有事呢 潘西孝林的台前幕后的事 他是身上最多的 哦 还有什么呀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啊 广告回来再告诉你 回去就打他 你把你挤到五松 好不好 好 哎呀 谁 出了 方便便的新时代 弯面变实了 直面 所以顺了极了 十六级了 直面的冲击 金麦郎 直面 金麦郎 好 欢迎回到明星转起来 明星转起来 在前面 广告之前我都说了 你非常喜没事 我是想听 着急想听 这个宋小宝的事 让大家分享一下 你知道吗 我宋小宝 自己说吧 这个我这人吧 平时生活当中吧 我就这么个人 我干什么 平时生活当中 无人走到哪 我就愿意做戏 愿意聊钱 有一回吧 我开车从吉林 往南部沈阳来 那时候我刚进团 不长时间那时候 走到那个 毛鸡店收费站 四平那口 正赶着 哎呀嘛 老多那个什么了 那武警 就是防暴警察 代言归那个 就啪 哪有停车牌 啪啪 就拦车 可能有逃犯那天 不什么事 赶我点滴 我连来怎样那天 把刀瓜头拍嚼了 就留个带头 一瞅不像 不像什么好人 是不是 当时吧 这警察就把我拦过来了 把车门开 让我来 那个咱们收下车来 你把你那包拿过来 当时我的包包 放在我又压死这位置了 我就想 哎呀 就慢慢玩了 我就 我说啊 当时我装挺紧张的 我把手 我这么去购包去了 当时这些警察 就把我盒子按后座上了 说你别动 我自己拿 闹出来之后 两个警察把我架子 告诉别人 那个广告牌那一倍 说你干啥的 我说我唱着乱的 我还唱着乱的 你 唱着乱 你唱着又听你 那你说 我专人围绑人 你说咋好意思唱啊 也不是个事啊 这咋的 我后来没招了 我说我那兜里头 我吉林寺给我开的一个 就是取一家协会会员证 这姑娘的房子 你看 赶紧点滴 那相片照的 跟我那年照的不一样 长的也不一样 反正 这下后来 你好一个认了 好处太多 后来打电话走了 好了好了 好 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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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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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